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楠輝 歡迎收看股市未來學 我想禮拜一大家會看到的是 一個很重要的股票 它一開盤就跌停板 就是你會看到說 聯發科一開盤跌停板 跳空跌停 所以整個市場當然會收到 比較心理上的一個很重要影響 可是這個影響我認為 其實它不是今天才發生的 我要講的是 你今天看到一檔股票跌 或一檔股票漲 它不是一天形成的 這個過程絕對不是說 昨天怎麼樣今天怎麼樣 它是一連串的過程 早在之前你怎麼看 你怎麼決定 你怎麼去做動作 其實在很早之前 就已經先決定了 所以聯發科來講 其實這是二月份 在505塊下來 488這個地方 其實這裡 藍色的虛線壓力 這個壓力碰到 碰到到488的時候 488 490 同一天 2月10號 2月10號同一天 我說你現在不能只有看背離 只有背離 因為這個地方它也背離 這天505下來的這幾天 它也背離 可是背離反彈之後 這兩條線的交叉 這個才是簡單的東西 簡單的東西你一定要會的 所以你現在不是只有看背離 480 490這個地方 其實它需要一個條件 這個條件沒有完成 條件沒有完成 它從490這個地方 再下來 390 490 390 為什麼366 不是低點 其實在這個地方 這裡 480 490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已經決定了 這個地方已經決定了 你不是只有看背離而已 你還要知道說更簡單的方法 那更簡單的方法 從490這個地方 到366 還有上來啊 上來的過程當中 你心裡面的一個底是 366不是低點 至少我們會員朋友很清楚 366不是低點 那366不是低點 現在要回過來講 5月份了 5月份這個地方 我還是請你要知道 為什麼跌 它為什麼跌 你才知道它什麼時候才會漲 為什麼這個地方不能買 你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買 那這個2是在什麼地方 5月8號這個2 是在這裡 就這個點 就是 上來到505這個地方 你知道說 505 480 490 這個地方為什麼不能買 它第一波到366 366為什麼不是低點 366在上來的時候 你才知道說 為什麼這個地方 不能跌 當它從366來到 420的時候 7月7號 7月7號 各位就比較清楚了 到7月7號的時候 為什麼不能跌 很清楚 又是藍色的虛線 藍色的虛線 為什麼7月6號這個地方不能跌 可是它偏偏跌了 跌了以後 其實這個就短線的SOP 短線的操作標準 短線的標準作業流程 當天還有 報紙說6月份營收成長 這個根本就是一個 斷章取義的看法 所以從7月6號 其實這個地方的訊號已經很清楚 480 490 跌到366 366到439 438 420這個地方為什麼不能跌 420這個地方一跌 先破366 366今天跌停是 299 破300 先破366再破300 所以這個點你也看到了 更早之前的505 480 490 每一個點 為你清清楚楚的 都看到這個過程 在哪裡看到 你在電視當中看到的 你是在這個節目當中 你清清楚楚的 我不願其煩的 因為 真實的語言就是如此 不是我看好看壞的問題 是你用什麼樣的一個標準 去看一檔股票 你為你自己建立什麼樣的一個SOP 你看到了一個結果 所以 一檔股票要跌 它不是一天形成的 你剛才從2月10號看到7月 這個中間的過程 你都事先看到 不是事後看到 那現在反過來講 贏家跟輸家的思維 剛好是相反而已 那這個相反 可見 現在很多股票在 跌到低點 往上漲的過程當中 它也不是一天形成的 未來你會看到很多股票 要漲了再漲 漲了五成再漲一倍 會有吧 你現在不會感覺啦 你現在不會感覺有 因為股票要漲 它也不是一天形成的 它也不會說今天怎麼樣 明天怎麼樣 明天報紙寫怎麼樣 然後它就一路漲上去 那個過程你是要有一個方法 有一個SOP去看的 你先知道說它怎麼跌下來的 為什麼不能買 你才知道說哪些股票 我等一下都會談到了 你也會公開看到 你知道它什麼地方不能買 你才知道說為什麼 什麼地方可以買 這個觀念一定要有 所以現在經過了 在今天在破低之後 雖然還是在8500點 可是整個個別股的差異更大了 連續第二天提醒大家 因為其實沒有別的東西 就是這三個地方 一個 經過了1500多點的修正之後 個別股的差異在哪裡 第二個 你的資金策略 什麼時候把你的持股比重放大 你的持股什麼時候比重增加 什麼時候把你的資金放大 甚至於用融資 也是一種放大方式 可是不是在現在 你的操作標準 真的很重要 我還是連續兩天跟他談這個問題 你如果沒有辦法把你的SOP建立起來 我其實都已經把SOP交給你了 所以 再看 你說是因為聯發科是 400多500多300多 破300 是因為價位的問題 我不要做高價股就好了 你仔細看 其實高價股低價股 都一樣 什麼股票都一樣 如果說高價股應該跌 那大力光應該1000塊就要跌了 漲到3700塊 不是股價的問題 是你用什麼方式去看他的問題 同樣的高價股 漢維科 這裡還有2200 大力光其實從這裡還漲到3700 漢維科從2200跌下來 今天漢維科1400 漢維科今天1420塊 是從2500 然後2200 2200再跌到1400 你說是因為高價股的關係嗎 等一下我帶低價股給大家看 就算20幾塊的股票 一樣 所以不是他幾千塊的問題 是他在這個位置 產生什麼現象 在這個位置 6月23號 離現在不遠 這裡是2200 2200的時候 我當天節目當中提醒大家 你不要 你要尊重他 你不能說他可能 也會有一個紅色的圈圈 這個紅色的圈圈兩線交叉 然後再漲上去 你不能從有這種想法 你必須要先尊重他 結果他就從2200 跌到今天的1420塊 2200 這裡還有2215 2215 到今天的1420 所以這個 很簡單的東西 這兩條線的敲叉 你先尊重他 先尊重他 你就知道他怎麼跌 然後接下來怎麼樣會漲 漲也是反過來而已嘛 漲就是反過來而已 不是高價股低價股的問題 低價股也是一樣 21.55 5月19號 21.55 我們把時間還原到 5月19號的 國橋 就這個地方 20塊 20塊很高嗎 不是200塊不是2000塊 可是20塊這個地方 你知道說21.55要收過去 可是 他沒收過去 沒收過去 沒收過去 沒有收過21.55 就從21.55這個地方跌到15塊 21塊到15塊 也有30% 那這個是高價股嗎 不是 他不是一個高價股 是一樣你用什麼方式去看 21.55這個地方 為什麼連續四次沒有收過去 然後就下來了 最基本的 最根本的 是他沒有成長軌道 不管他前面怎麼漲 不管他前面這個地方怎麼漲 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提醒你 至少有人提醒你 那我提醒你的時候 還有另外一個 一個問題是 你的選股的精神在哪裡 你的選股的標準在哪裡 他的成長軌道在哪裡 1月2月3月4月 其實這個沒有成長軌道 比過去幾年都要差 所以 不是高價股跟低價股的問題 是你用什麼方法去看的問題 同樣的喔 今天 有會員朋友在問到這種 以下這檔個股 可以不可以買 可以不可以買回來 因為你從 參加會員開始 30幾塊這個地方 我就去賣 就把它賣出 賣出以後現在跌到16塊了 可以不可以買 基本上你要先知道說 為什麼這裡要賣 為什麼這裡不能買 那你就知道說 這裡其實都還沒有符合 你的操作標準 這裡還有壓力 這裡還有壓力 所以 先不能買 不是跌很多了嗎 跌很多了不是 一般人的講法 跌很多了 低基期 低基期不是可以買嗎 這個都不是一個操作方式 你好好反覆的 去思考 我每天在節目當中 跟大家談的 觀念也好 方法也好 SOP也好 裡面其實蘊藏了非常多 你可以去改變的地方 你就算看節目 我也希望你能夠有一些改變 我們都一樣 所以 這個簡單的東西你總是要匯吧 不管是20塊30塊 它怎麼漲漲漲漲漲到75塊 70塊這個地方 很清楚的 來我們把它放大 謝謝 很清楚的這個地方交叉的時候 兩線交叉不是嗎 反彈記得以後這裡都是賣點 像這種地方 反彈上來都是賣點 我明天還有例子給大家看 這個都是最新的例子 所以你只要看到這種情況 你都先尊重它 70塊到41塊 這個是很大一段 什麼股票都一樣 你的方法必須要用在任何的股票 都可以用 那個才叫方法 而方法很簡單 你不要再花10年20年 去浪費那麼多時間了 不要再浪費時間 你每天就把 我給你的會員專屬的分析付入 每天從當天的個股當中 去看到的 一個結論 你就可以學會 最簡單的方法 那麼最簡單的方法裡面 其實還包括說 年限下彎的過程當中 很多股票已經跌這一段 這跟100年9月的時候是一樣的 那這一段跌下來的股票 什麼時候出現一個波段的低點 你知道它怎麼漲的 你就知道說490為什麼不能買 為什麼 420不能買 490 420 兩個地方 我都提醒得非常清楚 接下來有些股票 你可以放棄你的自選股 它開始有機會出現一個波段的低點 它開始有機會 不是絕 有機會的意思是說你要去觀察它每一個條件 每一個條件 每一個條件的過程當中 哪些股票它有機會出現 類似聯發科 在100年9月這個地方出現了221 這個波段的低點 哪些股票有機會出現這個波段的低點 哪些股票有機會出現類似 聯發科221塊的波段的低點 這些股票你先把它放回你的自選股裡面 然後我一步一步的 來提醒大家 怎麼樣去看一個波段的低點 然後抓到那個波段的低點的時候 是你的機會 因為你一失去那個波段的低點 你放棄的 不是一檔股票 不是短線 可能是一整個波段 所以兩分鐘回來我要談的是 一樣 我們今天 在大盤壓回的過程當中 又有股票創新高 就是你上個禮拜看到的 你上個禮拜看到我們7月份 實際操作的股票裡面 你看到的股票我公開給大家看 是什麼樣的股票 在這個行情當中 它又創新高 那你說創新高沒有什麼 對沒有什麼 真的沒有什麼請注意喔 你等一下看到的股票我們隨時可以把它賣掉 但是一個趨勢的行程我講過了 一個趨勢的行程它不是一天兩天 這些股票到今天它還能夠創新高 盤中能夠大漲 這個未來的趨勢 你不可以忽略 所以等一下 務必要馬上回來 好兩分鐘之後 我要跟大家談很重要的未來操作方向 待會見 大家好 歡迎回到股市微臺學 我們一直認為說 其實贏家跟輸家的思維 它剛好是相反而已 就是一個相反的行為 所以造就未來的贏家跟輸家 跟過去的贏家跟輸家都是一樣的 贏家跟輸家其實就是一個相反的 想法也好 做法也好 做法也好 方法也好 剛好是一個相反的過程而已 所以 如果說在9500點上面 這個地方其實大盤要去尊重它 所以 當時的大盤 9500點以上大盤是比個股要重要 我當時在講 其實 我們 自己的會員不見得聽得進去 要買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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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來到這個地方 經過這麼長的一個修正之後 我倒認為說 這個地方的個股 比大盤要重要 贏家跟輸家的思維 剛好相反 可是大部分的人是這個地方 他不會想要去看個股 因為嚇到了 因為沒有能力了 因為 真的嚇壞了 整個的氣氛 散戶看的那個氣氛 整個市場的氣氛 根本 不覺得說 這個地方有什麼機會 所以短線的進化SOP 到底有什麼效果 為什麼可以再複製 我們現在就實際來看 從7月份 這個行情當中 從6月份 7月份 6月份其實是比較屬於一個盤局 但是7月份是一個下跌 7月份這個行情當中 我們實際操作的個股 在哪個地方 我今天公開給大家看 包括你電腦裡面的選股 公開的大家來看 這樣我希望說能夠提醒你 贏家跟輸家的思維 也許就從這個地方改變 也許我今天上節目來跟大家報告 就有價值喔 所以我們來看 首先你還是要先知道 領先股在這個行情修正當中 從哪些領先股 生計股 太陽能 農糧 運動休閒風 哪些有波段的低點的機會 然後運用短線的SOP去切入 不是波段低點就切入 是短線的操作標準去切入 你放棄現在的起點 就等於放棄 以後的一個波段 台股資金自由化 請你建立短線的SOP 7月20號 可程差一點點 這就是短線SOP 能不能買你先知道為什麼不能買 你就知道什麼時候可以買 你先知道說7月20號這個地方 為什麼不能買 就差一點點 我們把它放到這個地方 等一下還看到 好這可程對不對 7月20號這個地方為什麼不能買 然後你現在當然你事後看說 哇差了六十幾塊錢 高低差了 六十幾塊錢 禮拜五 禮拜五還有彈上來 彈上來你如果知道說 這個地方為什麼不能買 這裡不是說這裡嗎 390 390 390這個地方7月20號 為什麼不能買 你知道這個地方為什麼不能買 你就知道說其實禮拜五 彈上來那個地方 也還不能買 你知道這裡為什麼不能買 你才知道什麼地方可以買 所以 你的對手在想什麼 很重要 你的對手在想什麼 你自己在想什麼 不是你自己想什麼 你感覺什麼 是你的對手在想什麼 然後你的敵人 到最後 你會發現 往往是你自己 不是別人 是你自己 的感覺害了你 你自己的感覺 你自己沒有按照SOP 我們都一樣 所以到最後你自己的最大的敵人 反而是你自己 那怎麼樣去克服 怎麼樣去克服就是 請你把你的短線買單 都建立在一個趨勢上的買點 使用進化的SOP 這個有什麼效果 從大陸農糧自由化 我們看到的運動休閒風 運動休閒風裡面的 保存 到今天還是相對強勢 到今天還是相對強勢 對不對 好這是保存 可是 我們要做的不是保存 我跟大家報告過了 今天也收紅 這個是運動休閒風裡面的 用短線進化SOP 用這個 用我希望你去建立的 短線進化SOP 今天也收紅 收紅 其實對我來講是不好 因為我一直沒有好的價位 可以買 一直沒有好的價位 可以去進 這檔 私房菜 所以 當你要去建立你的買單的時候 來看效果 實際的效果 我們不談口號了 也不談太多的 我們看實際的選股過程 這裡我們一樣把它放大 其實你看6月份 6月份就只有 根本選不到股票 你說6月份選不到股票是 股票漲跌是一天行程的嗎 6月份在這個地方 賞戶覺得安全的時候 你用SOP選不到股票 選不到股票下來了 就在6月份 6月份為什麼選不到股票 然後7月份下來 為什麼反而 選出來的股票越來越多 這就是很自然形成的 你用方法 用SOP很自然的 為什麼會沒有股票 因為它要跌 那為什麼股票會越來越多 選多的股票 多方的股票為什麼越來越多 第一檔 蓄付你看過了 這個第二檔其實 就是 我放在這個地方 51塊的觀測 它融資不少 這張股票我沒有操作 51塊 這裡50.7 50.7 51塊的觀測 它的融資不少 下來了 下來了 你沒買 為什麼沒買 因為你在觀察 51塊 因為51塊過跟沒過差很多 它的融資 又蠻多的 所以你看到的是 這個第二檔 第三檔華通你看過了 連第四檔的 玉山金 今天都創新高了 你說它沒有創新高 其實這裡是除權除息 你把它除權除息還原回去 它已經創新高了 這是你的電腦裡面公開選股 每一個過程當中 你看到的跟我們會員看到的都一樣 第四檔 玉山金 7月份下跌的行情當中 玉山金又創新高了 第五檔 第六檔我不公開了 第五檔南橋 你說南橋什麼時候你看過 7月23號 你的電腦看到對不對 7月22號 你在節目當中 其實我提醒你 大陸農糧自由化 就是南橋 7月22號的南橋到現在 它是不是往上漲 今天是不是在創新高 拉回是不是剛好買進 買進是不是在創新高 買進在創新高 在這個之前你覺得它有漲嗎 在這個之前你覺得它會漲嗎 可是為什麼你的電腦看 你的節目看到 看到了個股 這個地方它還會在創新高 7月份是一個下跌的行情 6月份選不到股票 因為它要跌 6月份選不到股票 可是7月份6檔股票裡面 你看到的過程當中 至少你要賣都可以獲利 不是嗎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過程 禮拜五你還看到南橋 我希望你看到的不是它今天創新高 因為贏家跟輸家的想法跟方法跟做法是剛好相反 你覺得太高 我覺得你要回去想 贏家跟輸家為什麼剛好是相反而已 那這個相反的過程當中 我希望你禮拜五禮拜六禮拜天 去看一下這個紅色圈圈 跟這個藍色的圈圈有什麼不一樣 看了沒有呢 各位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會員朋友 你看了沒有呢 所以接下來的行情我認為 其實中美的政策是偏多的 這個兩個重要地方的政策偏多 你務必要在這個地方建立屬於你自己的SOP 建立你自己的SOP的過程當中 88節之前 我送給大家簡單的工具 簡單的選股的公開平台 大盤在跌 你的股票都在創新高 這個是很重要 裡面你要去看的是不是股票 是要去看我今天來送給你的這個 選股的平台當中 他是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你的股票會跟大盤不一樣 這個才是以後你制勝的關鍵 所以你現在打電話進來的投資朋友 在88節之前 我都會送你這個工具 88節之後 就按照公司的規定吧 時間關係 明天再會 拜拜 本投股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確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純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